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急診室 我是怡婷 今天請來華信投顧鼎泰哥 鼎泰哥你好 怡婷你好 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台積電除息沒有效果 加上外資賣超台股差不多107億左右 那資金可以去哪裡做避險的動作 會比較好 我們現在還是要先探討說 這樣的一個情況它到底是多頭 是不是結束了 我覺得這個比較 因為我們不能否認一件事 好想怡婷應該知道說 全世界股市已經走入一個很長很長時間的多頭 這個很長時間的多頭 所謂的很長是說 歷史上最長的時間的多頭 就是從2008年的金融風暴的空頭跌下來之後 到今天 已經寫下歷史上最長的時間多頭了 沒錯 我們這樣講好了 你說股市也不可能有很多頭 不可能這不合理 對不對 隨時下來有沒有可能 當然有可能 投資朋友我們在操作的過程當中 我們要怎麼來研判 譬如說 我們今天標題第一個講說 台積電除權失靈 美股被半大跌 待會我們會看 非人半導體的情況 如果我們這樣講 不要忘了一件事 全世界股市這大概30年來 都是以科技股最重點的 科技股的話大家就要想 科技股的最上游叫什麼 叫做半導體 所以台積電 在這幾年才會這麼風光 因為全世界股市是多頭 由半導體來遠距 那這麼重要 即使在去年 台積電都還沒有貼息 那這一次會不會真的貼息 連續兩天台積電是走跌的 而且外資現在在砍 我們就看指數現在 還來到今天破年限 剛好來到10700點附近 那大家就要了解 外資曾經在9000多點的時候 外資在台北股市期貨的多單 是9萬多口 到昨天已經變成29000多口了 這個你看指數是往上的 可是外資的多單卻是減少的 那最近新興市場上 外資失血的動作也很頻繁 你看亞洲股市的話 東協那就都跌得很慘 那大陸股市也跌過兩年來低點 所以我們是在這裡 到底股市是不是空頭 我們怎麼做掩判 好這等一下我們就講到了 那資金可以到哪裡去避險 我們待會再說 可是我們要給大家一個最重要觀念 這個行情多空的判斷就在於蘋果 如果蘋果的股價沒有跌 怎麼講呢 你記起來 蘋果最高股價在194塊 跌10%就是進入熊市 所以它現在大概跌6%到7%而已 你把194再減到19塊 算20塊好了 所以194再減20塊 174看到的話 大概就是危險了 但是蘋果還在180幾不用太擔心 所以我認為現在還不能 不用說去原判它就是一個空方 我們趕快來看看國際股市 來 麻煩一下導播給你們看一下 第一個稻球你看 稻球跌的就多了 頭部都隱約做出來了 稻球足量跌的300多點 是讓盤中跌更重 其實我跟你講這最近都是川普搞的鬼了 就是川普貿易戰 那為什麼你看稻球流下影線有沒有 的原因就是因為 官方就出來澄清一點說法這樣子 好我們來看下一個 這就是我們這個 就是說目前為止 我們認為說比較可以放心的 因為科技股當中納斯達克有沒有 雖然昨天也跌 而且是跳峰下跌 昨天跌了2%多 畢竟它是創新高的拉回 對不對 創新高你看左邊右邊 左邊這邊都有跌 都創新高拉回過嘛 所以目前為止我們還認為說可行的 原因是這一塊 那就是為什麼是這一塊呢 很簡單就是我說的 這個就是因為 納斯達克最主要承認股叫做蘋果 而蘋果沒有大跌 這樣大家比較通了吧 好我們來看下一個 飛沉半導體 這個昨天就也是跌的蠻重的 跌3%多 那飛沉半導體就是 台積電沒有辦法上漲的原因 我們前幾天有跟大家提到 油價漲是不利於半導體的 所以這個架構看起來就很明顯了 它左邊的高點也沒過 所以這個會不會是一個頭部 那如果是備半也不好 道琼也不好 會不會把納斯達克拉下來 還是納斯達克靠著蘋果 把整個股市全世界股市救上來 這個都是都可以做一個考量的 不要忘了2008年金融崩爆之後 全世界股市有一句話叫什麼 一顆蘋果救全世界 這一次能不能再蘋果再救一次 畢竟因為下半年到了 蘋果畢竟有新的產品要出來 好我們來看下一個 來看一下 然後這個商證指數那就更慘了 今天又更破底了 為什麼商證會這麼慘很簡單 因為我們這一次的中美貿易之戰 這兩個是當事者 當然我們也不能說 否認說美國對中國還是在較勁 在較勁當中 比較詳細的內容 我們沒有辦法在這邊跟大家解釋 我們從讀表來看就好了 我們再來看一下 韓國股市也是比我們疊更多 這個也是韓國股市 因為跟我們很接近 所以這個都要留意 好我們來看一下 再看下一個圖片 這個Vis恐慌指數 我說過過了15小風險 昨天說在1617附近 但是昨天一度漲4成 然到19點多 如果過了20 昨天剛好面臨快到20 他又下來了 所以風險現在是有的 但是大家還不用太緊張 好這個注意 Vis恐慌指數 好台北股市加盈指數 今天破年線 彈上來留下影線 好我們再看一下 蘋果 我再講一遍 蘋果最高價194 不能跌到175以下 大家記住這個就好了 所以還是多幫來看 那台積電 就是我們接下去看的 加一檔台積電 台積電當然也是跌的 那就是因為反應 除選席的失敗 但是這是不是真的失敗 還不能做定論 說不定個兩天 他又上來了 最主要是說 平概股當中的話 我們今天挑這一檔 給大家做參考 就是6137的 因為華訊的話 最新的來自 Roytus 不是Roytus 彭博社 Bloomberg裡面有提到說 蘋果從現在這個時刻到明年 會全力搶攻智慧音箱 包括耳機什麼都要用到這一塊 他會搶攻這一塊 那這一塊是 目前我們認為台灣最具有 平概股的這個長相 跟所謂的智慧音箱 AR VR的概念在這裡 所以這檔股要大家可以做一個參考 那再怎麼樣 還是老話一句 看VIX恐慌指數有沒有過20 還有蘋果有沒有疊掉一層的空間 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 謝謝鼎泰哥的分析 也別忘了加入鼎泰哥的LINE 財經急診室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